全台最大百貨公務中心 動土典禮 台中高鐵娛樂城 今年六月底風光舉行動土典禮 拿下標案的廣山SOGO 董事長袁島榮一也親自出席 但卻傳出他涉嫌掏空廣山SOGO 18.9億遭到股東提告 節目 請他掌聲鼓勵 2021年廣山重光 拿下高鐵娛樂城標案 也特別召開記者會 袁島榮一就坐在正中央 檢方調查 袁島榮一因為投資高鐵娛樂城 發行特別股增資 並且答應四間股東公司六個月口收回 結果卻返回拒收3.58億特別股價金 2022年遭到股東提告 告訴了律師向檢方告發 袁島榮一疑似有脫產掏空 檢方進一步追查 袁島榮一疑似和公司高層共謀 將資產移轉到廣山集團其他公司 並涉嫌掏空廣山重光資金 超過18.9億元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光臨 今年四月三十號中檢還指導廣山 搜購位於十九樓袁島榮一的辦公室 搜索查扣了相關契約金流 並且發現了關鍵手寫資料 上面用漢字記載背信二字 讓檢方認定足以證實主觀犯意 袁島榮一在刑事被控背信罪 坦誠犯刑 當時以1500萬交保 考量到了袁島榮一和被害人股東和解 將背信受理的600萬利益也匯回 檢方處以還起訴 並要求他支付1100萬給公庫 廣山搜購初步表示 目前針對此案無法回應 但強調百貨的營運 和高鐵娛樂程進度 不會受到影響 第一篇圈黃國軍 羅維新 台中報導